大家好我是大雷 家里头的鸡 经常有山上的黄皮子 还有一些野生的小动物 骚扰 有时候就给它掐死了 然后我妈在网上买了一个监控 准备 看看到底是什么动物 就这样的小监控头 还带 太陽能电视板 现在多方便 一个太阳能板 主机支架 好像看着挺简单的 不难 支架好像是应该支这的 支这上面的 年线使两个鸡 都不知道是什么丢的 完了在路圈里 没什么奇妙的 跑外吧 死外吧 老抱子 扔八条鸡子 老抱子跑 小鸡子 下的 那是下的 什么厉害动物 不是下的 它是什么东西 雕上去 雕出去了 老抱子都不带离开小鸡子 那小鸡子不大 那晚上它不会 该雕也是雕啊 你也控制不了 不能让它死的不明不白 我得看着到底啥玩意雕了 它雕完了它还不吃 它就好像身上也没有咬的 就行 拉的没有 就默默进院就死了 我感觉 那黄皮的它也不能雕不动啊 那么大个鸡 那三猫 那三猫为啥它不雕走吃呢 就纳闷了 就纳闷了 看看 有报警 移动侦测报警 晚上有什么动物了 嗯 这个东西有的 它可以那个 拍摄到移动的物体了 它会报警 直接给你手机上发信息 对 嗯 有这个功能 然后你可以这边喊 它对边就有动静 你知道吗 对 看看吧 试试 没准人能有用的 我去买个 这老鼠呢 这猫 他说呢 他爹猫不好使 谁说不好使 因为大海人说好使 他下去有 你说怀疑是三猫呗 不是 那里有个 有个耗子 那耗子咬死五个了 耗子那么厉害 那帮你鸡 那多大个耗子 这么大小鸡都会咬死 他不是说 小鸡两个鸡给咬死的 咱这沟里耗子都成型了 你下药吧 长得大 随便下 下小鸡蛋它吃药 那个红的是啥 喇叭 他带卡 送卡 送卡 带卡 奇怪 这个吗 这个它是4G的 4G或者WiFi WiFi没有行 他说的没有那个啥 没有那个网都可以 就是在这边就是适合在野外 没有网 地方都可以 小鸡都在里面看看按哪合适 用不用再找个棍子 找个木柜 大木柜 买怎么都过来了呢 人一过来好像 我先去 然后再出去了 来一下 来一下 哎呀 刚才当我脚趾盖可疼了 妈我的脚趾盖当好实际了 我感觉安静也行 我说你是从安静拿着 然后把这个盖子 安静盖害 你需要跟我爸干什么事呢 哪有安静的 妈你安静不当不正不好 没有安静 正中间当汉 载脚四周脚 对 就这个脚 正好这个开的脚不是这么大 对 这不鸡棚吗 你从这个脚上过来 你这个安的那样的呢 那边也没有小鸡 就不能安啊 那边有 他说我是 主要是看东西怎么从哪进来 那你要看整个一个监口肯定不够 对 一个监口就不够了 你要五四脚都是四个 这 那看你上头了 上头买的是 它是不是那种圆角的 远距离的 远距离的 对 咱那把 那个手机的四季也没有 你就是上囤的中间你都没有 流量刷不了视频的 然后那个打电话倒是勉强可以 有时候也卡 对他这个是个 电话卡的那个流量 来那个实时传输数据的 用不了 你不是因为东西积累 是咱这地方没网 咱妈说了 你说野外都能用 但也有的野外有信号 咱这信号不稳定 对 咱这没信号 真没信号 嗯哼 这用不了吧 应该是 现在我就等着技术 问问技术回个电话 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 确认一下他 他有什么别的连接方式吗